小H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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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恢復健康了 現在是在跳跳皮 Honey Honey啊 好可愛 好可愛 他可愛在下跳皮 他薯餅不乖被我關起來 所以他沒有半可以玩 就在這邊給我拆 拆玩具 阿妮妮 Hello 大家好 我是愛嬰咪 愛多肉的涼 看肉肉啦 看肉肉啦 今年的天氣 真的是 唉 風雨 非常的多 颱風又在接近中 我的肉肉 目前雖然是 狀況還行 但是 還是很擔心啊 因為天氣一直悶熱 所以還不敢給他 澆很多水 只能溜邊澆一點點 因為你心中的多肉 如果你都完全不給他一點點水的話 它的根系是沒有辦法成長的喔 其實發根的方法有很多 但是 每一種都不一定適合每一個人 所以你就選擇 你自己的多肉 能夠存活的方法 就是好方法喔 那一天 整個傘架的這個 冰雪女王 椰片還在這裡 其實這些應該是沒有生病啦 因為如果生病 我放在這裡兩天 他早就 黑斧了 然後這兩個頭 目前也穩定下來了 是可以中的啦 但是我還是想讓他再乾燥一點 所以就先放在這裡這樣子 讓他繼續恢復中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你們看 這個就是另外一堆 我剛剛把他拆解完畢 真的是喔 不知該如何是好啊 其實這個火狐狸呢 我當初就是這樣小小一搓 養到大的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是自己一直分解 其實有時候我懷疑 他是不是到一個階段 他就自己會分解 因為要開枝扇葉嘛 然後他不正常的繁殖 所以就從金桿整個散架 你看 拆解出來只剩下這樣 那現在唯一還算 還正常的是這個 我都不太敢給他澆水 他的盆土是因為有微微的噴到一點雨 但這不打緊 只要沒有澆大水 他都是還行的 因為他有問題他都不是直接爛 他都直接從這個葉片 一連一連一直枯尾 一直枯尾 然後最後 就整個看起來非常沒有精神 然後金桿呢 他就會整個變軟變空心 給你們看哈 這個是我剛才整理下來的 你看他的組織是這樣 一塊一塊的 這一塊雖然是乾燥 就還是硬的 但是他就是會 從上面啊 然後就開始有問題 就是這樣子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是我從那個 其他顆上整個拔下來的 他這個組織的狀況 跟其他的多肉都不一樣 一塊一塊黏著火 一塊一塊一塊黏起的 好特別的 好特別的構造 我養了兩年多 將近三年了 今年度下十八 因為即使我沒有拆解 他也會這樣一塊一塊爛掉 只是时间而已 那其实这个火狐狸这个品种 因为我一开始种它就蛮顺利的 所以也没有刻意去研究 但是我发现说你发觉它有问题 直接给它喷咬它死得更快 因为它现在需要的是干燥 你给它喷上去就变潮湿 潮湿它真的是死得更快 不知道 就再研究吧 很多多肉都是这样 你必须亲自去体验 别人说的你只是听听听 自己有了经验才会比较深刻 比较有感受 期待这些都能够旧活 但是目前这些我就打算放在这里 让它纳凉 让它凉爽的恢复一下 过一阵子再种吧 那像这个是两个多礼拜前 我从这个小盆的上面 因为我看它摇摇欲坠就把它掰下来 然后掰下来你看它目前为止就还正常 那我也没有很刻意种 我就把它摆在盆边这样子 不敢种啊 因为怕种下去它又整个又烂掉 但是两个礼拜了 它只有叶片稍微变软而已 还可以啦 期待它可以救活 给自己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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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火狐狸真是可怜 我就是这样 轻轻把它摆在这个土的上面 没有刻意种它也没有刻意浇水 就这样试试看吧 那你现在看到阳光是因为早晨的阳光 它就是这样微微的照射 一下子就没有了 所以我就还是摆放在这里 像这个晚叶鸡丘里也是一样 因为这个都刚移植的 所以只能接受这种闪光 其实有粉丝朋友说我的盆太大 然后太潮湿 可是我这样子已经养了将近三年了 我刚开始种的时候也是直接这样插上去 就是大概这样小小一搓 直接插上去它就快速地成长 一直慢慢地就爆盆了 但是这就是今年的天气真的是 遮雨了也是一样 如果有人有养护这个火狐狸的经验 求止叫一下哦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期待我的火狐狸能够恢复生机啊 我们下个视频见咯 拜拜 拜拜